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7号星期四 按理说 这段视频本来想搁到会员传详里了 但是有一个黑龙江的一位女士 我看这样子 二三十 三十费左右 因为看不下出来 反正咱不能这么说 咱别说人年纪了 反正一位黑龙江的一位女士 她录了一个视频 对不对 发在抖音上 视频里就说 说黑龙江现在简直就是说 反正不说惨绝人寰 反正就很惨 快撑不住了 她说实体店大多数都不能开张 商场里根本就没有人 说你们已经慢慢都解封了 说我们黑龙江5个月了 我们从1月1日到现在 我们原先从武汉那儿 我们就跟着封 现在又有从外边 从俄罗斯回来的 又接着封 说我们现在太艰难了 她说当地老百姓几乎都没有存款了 个体老板都失去了生意 打工的都失去了工作 说现在上超市 都不敢买贵的 专条便宜的 特价的去买 说因为现在钱是指出的 不进 没有进项 5个月的没有进项 只有花的 没有进的钱 说想到离开黑龙江 出去打工了都不行 说一出去就被割离 而且一听是黑龙江的 人家就不用 你听好黑龙江人 你看拿黑龙江身份证 人家就不用了 我们之前 我等你的会员正向 也不也报了一个 中国现在四大疫区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说 不要说你是拿黑龙江身份证 你从黑龙江来了 他就先你得先报备 对吧 目前就这么个情况 他那说 就是说 希望全国能够善待黑龙江 黑龙江快撑不下去了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黑龙江 这个情况 我觉得 因为是一个黑龙江的 一位女士 她自己出来说的 对吧 这是当地人 人家 而且公开露脸发视频 那么我认为的就是真的 然后我会把黑龙江 这位女士的视频的链接 视频链接 搁在我视频下方 大家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反正中央学士组也过去了 我上次也报了 黑龙江的省委领导们 几乎是所有的省委领导 就是每两个 每两个下派到各个区 各个点去了 也已经反正竭尽全力了 但是 怎么说 上面有的时候 力度太大了之后 老百姓的活路就更少 据说现在是整个 风到了 就是说马路上搭帐篷 你知道吗 搭一个帐篷 然后设路障 你只要从这过 都得给你查查 测一下 这叫什么 额温 测一下额温 或者是检查一下调整码 就在你这马路上走 他都有时候 各个路口都有路障 就到了这种地步了 简直就跟 日本占领区似的 你知道吗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